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重点,我是琼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1986年的电到底拍的如何?脑洞会有多大? 就比如今天的这部疫情企划,说句实话真的很给力 虽然动不动就来点购物,但不得不承认脑洞确实可以的 故事要从一个大门的小子西蒙开始讲起 她出生在贫民窟 如果不是现在的花店老板,估计她最终不是病死,就是饿死了 而花店内还有另外一名从贫民窟出来的美丽女孩奥黛丽 但是这个花店其实生意不怎么样 而且男主西蒙还笨手笨脚的,这烂老板很是苦恼 当他们为此束手无策的时候 西蒙说为何不用奇怪的植物吸引大家进来呢 于是从小屋内拿出了一个类似捕银草的怪异植物 我当时一看就觉得这不就是像石棱植物吗 西蒙解释说这是在某日如果一个中国商店从中国商人那边购买的 而且还是在日全时那天,这株植物贫困的出现了 于是乎她就带了回去 想不到也是因为这个植物让花店内的生意好了起来 大家借看这株奇怪植物的机会顺带买了很多花 当然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但因为植物无缘无故的念了下来 西蒙只能留在店里面照看她 最初西蒙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一中因为手指流血了 发现植物竟然非常的感兴趣 最终为了维持店里的生意,防止自己被开除 她竟然用自己的学业来喂食植物 而且通食王学的植物变得大一点 并且老板为了让店的生意更加好 让西蒙带着植物去广播台那边做宣传 不过这个植物可不怎么安分 差点咬了别人的屁股 但也是因为这次的宣传 让花店的生意更加好了 但反之西蒙的精神状况就更差了 不是因为蛮 而是因为喂养植物损耗了身体不少精血 这让她有点力不从心了 而此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奥黛丽的男友 这是一个粗暴的牙医 反正你能感觉这个牙医相当的可怕 最主要的是她对奥黛丽也不是很好 经常打她 至于美丽的奥黛丽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男人呢 还是因为出生在贫民窟 甚至以前为了赚钱还去跳舞 她觉得自己只能配得上这样的人 在牙医的面前显得颇为的卑微 甚至西蒙还在一天晚上 亲眼见到了牙医打奥黛丽 本来自己的血液已经不足以喂养植物了 甚至这个植物还能张嘴说话 说喂我 而且只有新鲜的血液一类的才可以 为了救奥黛丽 她乔装成抗牙的病人 准备干掉这名牙医 却不想这个有点变态的牙医 因为自己吸食过多的笑气挂了 好吧 本身男主这个设定 也不是一个食恶不色之人 最终她带着牙医的尸体来到了花店 还帮助未长大的食人植物 把尸体分解成小块 但是这个事情却被老板看到了 我估计当时她就在想 我店里居然养了一个这么可怕的人 其实西蒙并非她所想的那么可怕 第二天虽然警察有调查牙医的失踪事件 可是什么也没有查出来 而戴门的西蒙也借着这个机会 去接近安宁已久的奥黛丽 两个人唱着唱着就拥吻在一起了 其实两方都互有好感 少了牙医这个阻拦 在一起是必然的 本来一切都向着美好的方向行进着 可是老板却找到了西蒙 说她看到了一切 不管是雪月还是西蒙做的事情 现在她只有两条路可以选 一个是被警察抓 一个是老板为她提供便利 离开这里 但是在走之前 要把这个招财的职务照顾方式告诉她 可惜老板还没高兴太久 最终就被吃了 这估计是最悲趣的老板了吧 此后西蒙接管了这家花店 并借着这个植物 她变得非常的聪明 但是食人植物的胃口也越来越大 她已经心生退役 但在此之前 她需要先上电视台 拿到钱后 西蒙就可以带着奥黛丽离开了 可是她并不知道 这个植物因为喂养学业类的 都快要成精了 不仅能说话还能打电话 但她知道西蒙可能会离开 便打电话哄骗奥黛丽前来 甚至差点吃掉了她 还好西蒙回来的时候发现了 可惜因为奥黛丽受伤严重 最终没多久就去世了 而她因为无法陪伴在西蒙的身边 她说 我不是因为你出名而喜欢你 而是一开始来到店里就喜欢你了 为了能够陪伴在西蒙的身边 她宁愿植物吃掉自己 这样西蒙看到植物就如看到她一般 因为答应了奥黛丽 虽然很不舍 但她还是让植物吞吃了奥黛丽的尸体 悲痛欲绝的西蒙准备上楼至上 却遇到了一个神秘人 她对西蒙说 我用你的植物陪留更多的小植物 以后在市面上会很受欢迎的 这个消息多么的可怕 回到花店里的西蒙准备干掉蜘蛛植物 可是最终完美的领了便当 而全国各地都在疯狂的购买这种植物 结局我相信你也知道了 越来越多的植物泛浪 越来越大 甚至变成了巨型怪物 全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用想也知道了吧 而这部点是翻拍至罗杰克曼的恐怖小店 改编成了喜剧歌舞片 歌曲都很好玩 当然一点也不恐怖 而且很有趣 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